近日不断的有网友们爆料大S或将辞掉家中的保姆 一时间也是引起不少人的围观 要知道大S家的保姆可是跟随了大S两个孩子九年时间 这样做着实可能会伤及到孩子的感情 据悉大S因为保姆给张岚王小飞透露太多的信息 所以一直是耿耿于怀 目前已经辞掉保姆 不过不少粉丝们都表示 这个保姆是张岚和王小飞在北京请的 而且也是王小飞带到台湾的 所以大S辞掉保姆也算是出了一个狠招 大S辞掉保姆之后 身边就没有张岚和王小飞的心腹了 所以就没有人和张岚王小飞汇报情况 更不会主动和王小飞张岚交代孩子的信息 甚至有可能张岚和王小飞都没办法联系上孩子了 因为张岚和王小飞都是通过保姆与孩子们联系视讯的 不过据悉 王小飞和大S的离婚协议中有明确的规定 就是不能够辞掉保姆 而且保姆的所有费用都是王小飞和张岚支付的 所以如果大S真的是要辞掉保姆 可能就会违背离婚协议 所以网友们也质疑爆料者说辞的真实性 不过目前王小飞和大S已经胡思这么久 两个人早已经违背了离婚协议 比如 王小飞将离婚协议的内容晒出来 这就是违背了离婚协议保密的规定 所以网友们都猜测 大S也可能会不遵守离婚协议 毕竟有个王小飞张岚的人在身边 这样对自己十分不利 不过 大S 王小飞的两个孩子都是保姆一手带大的 可以说 两个孩子对保姆都是非常亲的 甚至可以说 保姆对孩子们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及影响 之前就有大S孩子的同学家长爆料 孩子在学校哭的时候 大S和保姆都在身边 但是 孩子不要大S 只要保姆 由此可见 孩子们对保姆有多么的依赖 如果大S真的是把保姆辞掉 想必孩子们应该也会是非常的难过 所以不少网友们都喊话大S 希望她能够为孩子着想 近日还有张岚的闺蜜爆料 大S 王小飞已经达成和解 就是王小飞支付5000万人民币 而大S则是将孩子带回去北京 对于这样的说法 张岚表示自己不清楚 因为自己和王小飞已经彻底的断绝了联系 两个人完全没有通话渠道 大S再出狠招 或将违背离婚协议 王小飞张岚恐无法联系到孩子 虽然不知道大S是否真的和王小飞达成和解 我们都希望大S不要辞掉保姆 毕竟要照顾到孩子的感情 对孩子的陪伴很重要 都说大S一家的娱乐新闻 外若卡呆山 这波大S与前夫王小飞之间的纠纷 又迎来了一个新的转折点 两个人在早前的唇枪射箭之中 早已经是两败俱伤 唯独张岚这个独立又坚强的适宜女性 从中获得转机 望穿 王小飞与大S已经达成和解 同时 王小飞一直极力争取的孩子回北京过寒假 过年 这件事在其支付了2.2亿台币后 获得了大S的同意 换句话说 就是这难得的和解 说到底 还是用天价费用换来的 如今这个消息 王友们正说纷纭 且不说王小飞是否有能力 像是财神爷一样给大S共财 就说 两孩子长大以后 看到父母因为自己的去留 而不停的金钱纠纷 会不会觉得自己是商品 当然 和解的消息也不是空穴来风 张岚的主播好友于美人 则公开表示和解是真的 5000万也是真的 就连她也忍不住夸奖 王小飞是真的慷慨 而这一边 即使是感染新冠了 也依旧坚持直播的张岚 不由的引来一些网友们的心疼 这5000万得卖多少酸辣粉 才能挣回来 这不 张岚才刚刚稍微好点 就带着泡面假发 做出搞怪形象 努力卖货 作为张岚的儿子 王小飞更是因为 网友们说她是妈宝男 她太生气了 就没有再联系 不知道张岚说出这个话的时候 心情是不是很受伤 面对网友们所提到的5000万和解非 她直接回应自己 并不是很清楚 但是对于这个数额 约略有震惊的答 5000万和解不太可能吧 或许后来又想到了 自己儿子的德行 也不敢把话说死 张岚也是出了名的心大 即使是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她也并没有表现出很生气 和网友们说 如果是汪小飞人品出了问题 她一定会管 但是这个钱的事情 她从来也不会去限制汪小飞 更是对这5000万的和解费 给出了八个字的回应 一个愿打 一个愿挨 虽说张岚的心很大 但是她作为一个母亲 又怎么会不伤心呢 面对如此作妖的前儿媳妇 她曾经也是给了足够的关爱与忍让 让她最大的心愿 就是能够见到孙子孙女一面 但是也抵不住对方泼过来的脏水 也让张岚撕破脸皮 甚至是趁着这波热度 破绽自己的事业 想来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已经破得不能再烈了 王小飞也暂时没有出来回应这件事情 但是她在其社交账号上 发布了自己的近况 原来是她近日 她也感染了新冠 对于网上传闻的纷纷扰扰 她可能也无暇顾及 但是她也表示自己痊愈之后 又继续给大家代括 这波惦记者赚钱的事情 或许验证了她的钱包最近确实是大出血了 另一边搅得满城风雨的大S 则是默默删掉了自己的银行流水账单 并且信誓旦旦地说的自己买房 现在的大S 代言被闹剧弄黄了 她在台北市的广告也被换掉 口碑崩塌 最近换了新头像 由原来的自拍照 换成了跟孩子的合照 引发热议 作为大S的现任丈夫 所有矛盾的源头 居俊叶也不好过 即使她被曝光 私生活很混乱 而裸露的背部也有不知名的疹子 有网友质疑 其是否是性病引起的失忧 这次事件的舆论 让居俊叶在韩国的形象跌落古地 如今在线这般丑闻 可以确定她真的是翻身无望了 如今 大S和汪小菲都达成一致 想要将事件平息 这场霸占了日搜多日的对骂战争 也是暂时画上了句号 不知道后续还会不会有更大的爆发 最近 大S和汪小菲的事情 大大改变了大家的角度 汪小菲晒购物记录后 大家对汪小菲的态度 也发生了360度的变化 这样的男人恐怕是世上很少吧 很多人为了汪小菲布置一提 俗话说 给你记记的人不一定爱你 而所所的人一定不爱你 那么 如今大S身边的聚俊叶 又是怎样的一种反应呢 如今 汪小菲和大S的离婚事件 甚至台湾媒体都发表了中立的言论 我播了这么多年新闻 没见过汪小菲这样负责任的男人 如果是法院的判决 通常不可能获得那么好的条件 付钱的人要负责任 有了钱就能好好生活呦 其他都是假货 一句话 不知道大S听到这样的评论会怎么想 汪小菲这么好的男人 她不珍惜 拿前夫的钱养现在的男人 会不会有点不安呢 他们俩还有两个孩子 如果孩子长大后知道这件事 还会站在谁的一边呢 不少网友也表示 也许只有张兰才能培养出这样的一个真男人 现在张兰直播间的人气就这么旺吗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 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